发现有摸不定义 然后抗炎治疗 大概三个多月输液 睡药 之后复长 我觉得还是像炎症 不像 对 还是 因为它密度比较 都是闪向云露一个 虽然是有血管痕炎 这是盖的方式 因为它要年龄大 所以继续观察是 担心什么呢 因为我母亲也这种情况 她是在19年的时候 我发现有三公分 基本上已经定定了 但是那时候就说 开胸手术不现实 年龄大成熟不了80多岁了 然后看次数也不好做 后来就说 你得观察观察 但是今年 三年 今年发现转移了 很后悔 不是 三公分 那就是当时就应该 紧紧治疗了 是 所以 虽然是有穿刺有风险 那也得穿 没办法 到整美上转移中心 然后用微波消融穿刺 然后又有消融 她说 这个消融的目的不是主要目的了 是活解 所以一开始 已经转移了 没转移的时候了 如果耐受不了手术做个消融 这些是有好处 或者是能配上板像药 都很好 但是没准理就不对 对 当时有后悔了 所以我说这个 我就害怕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是不是早处理不更好 所以这个不是主要我觉得 现在目前看好事 对 对 我建议就 观察 硬切观察 那就在多长时间在 半年查一下 半年在查 对 万一有变化 再做 吧